草原界的王者 苍茫无尽的临海 游牧民族的发祥地 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 风吹草地 牛羊成群的景象 仅是它的一面 关于它还藏着太多惊喜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走进这座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市 它的复原相当辽阔 其面积比山东与江苏梁生总和还要大 相当于两个韩国的大小 在地理位置上 呼伦贝尔与英国伦敦大致处于同一维度 它也位于三国交汇之处 紧临蒙古国与俄罗斯 提到呼伦贝尔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草原 然而草原只占据它的半壁江山 苍茫的临海也是它的主旋律 大兴安岭纵冠其中 在其西侧属于蒙古高原的一部分 其东侧属于东北平原边缘松嫩平原的一部分 而中间便是广袤的大兴安岭林区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呼伦贝尔 首先我们来到西侧的蒙古高原 也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所在地 这里地处蒙古高原的最东端 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 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与我国的纳拉提草原 巴音布鲁克草原 与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 并称为世界四大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 也是东湖 匈奴 鲜卑 市伟 回户 契丹 托绝 女真 蒙古族 等一众游牧民族的发祥地 被史学界称为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 而如此丰美的草原 与它的地理位置 与气候都紧密相关 因巨海较近 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 在大西安岭的阻挡下 形成了迎风波降水 在大西安岭西侧 孕育出了大小河流 1800余条 才成就了这片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而众多河流 也在这里形成了 两个超级大湖 呼伦湖与贝尔湖 呼伦贝尔的名字 便由这两个姊妹湖而得名 首先我们来到贝尔湖 它是中国与蒙古国的戒湖 在古代称为 鲁鱼尔海 也就是明湖五年间 大将兰玉率军北上三千里 与元朝最后决战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到呼伦湖 它是东北地区 以及整个内蒙古最大的湖泊 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泊 也称达赖诺尔在蒙语中 意为像海一样的湖泊 在离呼伦湖不远的地方 便是我们的国门满洲里 它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是一座拥有百年建成历史的口岸城市 中俄盟三国风情在此交汇 也被人誉为东亚之窗 接下来我们来到俄尔古那河畔 在这里分布着亚洲最大的湿地 可以说这里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最具湿意的地方 白化林与草原相间 点缀在湿地之中 在这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大兴安岭林区 迄今为止这里仍然相当原始 人口密度极低 我们也很少听到关于它的故事 全长一千余公里的大兴安岭也是我国最大的森林保护区 松涛鸡荡 林海雪原都是属于它的标签 我国的北极点是墨河 而我国的冷极却在这大兴安岭腹地 根河市境内历史最低气温零下50多度 与北极圈内的冬季低温相差无几 我们继续深入大兴安岭腹地 前方不远处 我们将抵达墨尔道岗 来这里欣赏大兴安岭壮美的身姿 四季之景皆不相同 而大兴安岭之美以秋季为最 曾经浸染如梦如幻 放眼望去一片金黄的世界 为大兴安岭披上一层盛装 而在广袤的大兴安岭内 还分布着我国一众少数民族同胞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蒙物侍卫 与俄罗斯仅一合之隔 曾经横扫亚欧大陆 麻背上的蒙古族便发源于这里 遥望对岸 俄罗斯仅指尺之遥 在这里也分布着一些 俄罗斯族少数民族同胞 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地方 是我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 呼伦贝尔的恩和 当你看到一国面孔 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那便是拥有着俄罗斯血统的少数民族同胞 在这里居住着数千名 俄罗斯族以及华俄后裔 占当地总人口约70% 接下来我们将要来到 敖鲁古亚河畔 神秘的俄文克族聚集地 17世纪中叶 该民族由贝加尔河畔 迁徙到大星人岭的密林之中 以饲养和狩猎驯鹿为生 也是迄今为止 我国唯一还保存着驯鹿文化的民族 这就是乌伦贝尔 蒙古高原上的一颗明珠 草原与森林相间的一处 世外桃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